在这段合作中,有否希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假抽签和预录影片的剪接,来无导消费者 也透露抽签人情厂商特制数字顺序 并且藏牌,让客人看得到吃不到 近来因为有否希一番赏事件,造成不小的风波 许多客人觉得被诈骗但又有苦难言 如今笨板站出来替大众喉舌 并自费委任律师亲自踢爆事情 并且在关键证人小宇出面证实事件的内幕 让一切真相大白 有否希与小宇的合作案 因为背后不时的行销手法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切的揭露,源于小宇的良心发现 以及她与凤板的勇敢站出 两人携手将商业背后的不义行为带到了公众面前 希望能够还给社会一个真相 在与有否希合作三年后 小宇感受到了商业操作背后的道德问题 在这段合作中,有否希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假抽签和预录影片的剪接,来无导消费者 也透露抽签人情厂商特制数字顺序 并且藏牌,让客人看得到吃不到 这些行为让小宇感到无法接受 因此她决定找上了凤板 一同将这些不时的商业行为公之于众 凤板一直以来都坚持商业的诚信与道德 面对小宇的坦白 她决定支持小宇一起揭露事实 凤板表示,商业应该建立在诚信之上 任何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 她希望这次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 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重视诚信经营 面对这场揭露行动,有否希初识试图辩解 但随著证据的累积 凤板出面喊话表示事情已经是证据确凿 近代有否希初遭 凤板和小宇的勇敢行动 不仅揭露了商业运作中的阴暗面 也启发了公众对于商业诚信的关注 这起事件强调了企业经营中诚信的重要性 并鼓励所有商业实体坚持正直的道德标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尽管孙生初步选择不公开店家名称 但仍遭到不明人士以18万元为耳 要求其不得将事件曝光 对此 孙生回应 这绝非金钱层面的问题 当抽一番赏成为许多玩家的心头号 万年大楼里的某家店铺 却因此成为风暴的中心 知名YouTuber孙生 近日于其社交平台上大爆一丝公仔抽奖诈骗事件 并称其遭到不明人士的恐吓 事态愈演愈烈 孙生 一位在YouTube界为人熟知的创作者 私底下拥有一颗玩具迷的心 不久前 他透露自己在万年大楼购买了公仔抽奖 却在开封后发现所谓的A B上完全不见 尽管孙生初步选择不公开店家名称 但仍遭到不明人士以18万元为耳 要求其不得将事件曝光 对此 孙生回应 这绝非金钱层面的问题 多少年轻人和学生被这种行为所欺骗 他们追求的梦想 在这盒子里被悄无声息地粉碎 自孙生事件曝光后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他们的经历 据受害者反映 这类事件早已层出不穷 但大部分的人由于缺乏正当的申诉渠道 或是担心反被商家起诉 妨碍名誉 因此选择沉默 孙生对此再次发声 他表示 玩具抽奖本应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情 却被某些人利用进行不正当的商业活动 我无法理解为何有人如此无耻 他回忆起小时候 每笔零用钱都是辛辛苦苦储蓄起来的 为的就是购买心爱的玩具 如今发生这种事 我感觉自己的回忆和喜好被无情地践踏 孙生悲愤地表示 目前 根据孙生所提供的资讯 涉及此次诈骗事件的店家 主要集中在万年大楼的二 三楼 而一 四楼的店家至今尚未有类似的投诉出现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实际上也差不多了吧 现在要找没乱搞的店家很难 台湾一番赏真的被玩坏了 一堆不良店家 黑道费道得靠动漫迷的钱过火 笑死 我完全不敢抽台湾一番赏 连日本都有偷鸡摸狗的 更别提台湾了 第一次支持孙生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 L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孙生的经纪人为此出面说明 孙生并不真的生气 只是文字难以表达真实情感 从头到尾 孙生都没有责怪馆长的意思 只希望媒体能够公正报道 9月初 两位YouTube界的知名人物 反骨男孩成员孙生 和馆长陈志涵携手合作 共同拍摄了一支 高强度运动训练的影片 包括重训 格斗和柔术等挑战项目 然而 该影片上传后不久 孙生因患上恒文基荣解症 而被迫住院 遭受五日的痛苦折磨 在受伤的初期 孙生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粉丝 不要责怪馆长 强调是双方合一的拍摄 但事情发展似乎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孙生突然发表一篇动态 表达对馆长的不满 他指出 虽然自己住院 但馆长并未主动关心或探望 只是馆长的助理小宇到访 并且批评在拍片期间 馆长要求他做超出负荷的动作 并抱怨馆长对住院费用的处理态度 另一方面 馆长对此反驳说 他是前有提醒孙生不要超负荷 孙生受伤当天的训练并不剧烈 而且他也已派小宇去探望并送领 他也提到 此事件可能会对他的健身房生意 造成负面影响 因为外界可能会质疑 他们的专业程度 孙生的经纪人为此出面说明 孙生并不真的生气 只是文字难以表达真实情感 从头到尾 孙生都没有责怪馆长的意思 只希望媒体能够公正报道 从这次事件中 我们不难看出 即使是合作拍片 双方可能因目减和沟通不足而产生矛盾 孙生希望在这困难时刻 能得到馆长的关心和支持 而馆长则认为他已经做了应该做的 且认为孙生追求效果导致自身受伤 最终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 两位YouTuber的合作结果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也提醒了众多网红 在追求影片效果的同时 更应该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不幸的是 这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极限 事发当天 孙生原本只是觉得身体疼痛 而决定去医院打针 没想到医生却告诉他 需要住院治疗恒闻肌溶解症 知名网红团体反骨男孩中的孙生 今年9月9日再次住进急诊室 震惊众多粉丝的原因 竟是在与馆长合作的影片中过度运动 造成他下半身发病 患上恒闻肌溶解症 这也是他在2022年5月后的第二次经历 网络上对此事件传得沸沸扬扬 粉丝和大众都担心他的健康 孙生不让粉丝久等 三日后在YouTube频道上 分享了他的住院经历 惊人的是 他的CK值基氨酸基 没近高达常人的100倍 孙生半开玩笑地说 命都判没了 他分享当时是与馆长拍摄健身影片 虽然平日不常练腿 但在馆长的鼓励下 他仍努力完成了重训和格斗训练 不幸的是 这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极限 事发当天 孙生原本只是觉得身体疼痛 而决定去医院打针 没想到医生却告诉他 需要住院治疗恒闻肌溶解症 他自嘲说 哪有人会得到两次啊 网友们以幽默的方式安慰他 笑称他吃了融融果实 尽管身体状况不佳 孙生仍保持乐观 甚至自称是一种体质 表现出他在逆境中的幽默 在医院的日子里 孙生曾因为无所失事而感到狱卒 但在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 及好友的持续关心下 他的身心状况得到了改善 馆长的助理小宇还特地到医院探望 给予他鼓励 当孙生的状况逐渐稳定 医院也允许他外出四小时 他便兴高采烈地骑电动车游览 享受着各种小乐趣 孙生开玩笑地说 他现在像是被关的 此次事件后 孙生也提醒粉丝健康第一 呼吁大家在运动时要量力而为 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希望孙生能够早日康复 继续在网络上带给大家欢乐和正能量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